我是楊兆 我是李祺瑞 我觉得人生当中 很幸运的一件事情是 竟然有音乐 作为我们妇女的 共同兴趣 知名作家杨兆 钢琴家女儿李祺瑞 用钢琴联系妇女琴 我有时候练琴很夸张 不喜欢练的时候 我就弹一个音 然后就停下来在干嘛 他会停下来说 你到底有没有要练 就是他到底 我不知道他明明在工作 就他的打字声 比我练琴真的很多 老师可以一心多用 应该说我的练琴 在他的打字声之中 我不希望他傻傻地 受到别人的影响 看到人家舞台前面 最风光的那一面 然后你就觉得 这就是我要的 我不希望他是因为 任何这种外围的因素 所以我会一直提醒他说 就我正式就我知道 走进音乐这条路 你应该知道什么什么什么 异想世界专访作家杨兆 钢琴家李祺瑞 带你走进妇女俩的音乐世界 7月7号 7月8号 下午5点半 晚上10点半 锁定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